探索真理 深入對話 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到GoodTV Plus 欸 舒亞 下個禮拜換你囉 不要 我不會 蛤 你已經學了三年了 你還不會 我就真的不會啊 難道基督徒一定要服侍嗎 平安 上帝祝福你 謝謝 欸 下禮拜換你囉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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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 我有色孔 我有點害羞 啊 不用害羞 你就微笑對著會友 跟他們打招呼 這樣就好啦 可是我會怕欸 幹嘛怕呢 為什麼我不能怕 難道基督徒一定要服侍嗎 下禮拜換你囉 我不要 為什麼不要 不要就是不要啊 怎麼可以不要呢 為什麼要 為什麼不要 為什麼要 為什麼不要 我就是肥空 為什麼要 這個是我們在教會裡面 都會鼓勵電用姐妹 特別是可能一些剛受洗 加入到教會 不只是要團氣生活 還要操練服侍 服侍對每個基督徒來說 是很重要的嗎 一定要參與在服侍當中嗎 欸 我覺得剛剛那個影片很有趣 因為當中有一個人 他會的也太多了吧 又會贏口 又會打鼓 又會當招待 會不會有些人 他們其實是因為服侍過度了 你知道在教會當中就是 有些人好多服侍 有些人看到那些人那麼多服侍 他們就很害怕 其實如果在當中能夠平均一下 每一個人都服侍 這樣會不會更好一點點 有些人其實是被過多服侍所壓傷 但是說真的 如果你問一個問題說 基督徒要不要服侍 當然答案是 你知道我們要去想 如果我們要效法耶穌的榜樣 我們是在學耶穌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這些基督徒是有耶穌住在我們裡面 不再是我們 乃是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 那我們就要問 那耶穌是不是擁有服侍的生命呢 那答案當然是很明確的 是 因為耶穌說 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暑假 所以如果我們要學習它 我們就要學習像一個仆人一樣 服侍的生命 就是我們不是要來被別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甚至是我們要學習 我們自己有犧牲 能夠去成為祝福別人的人 詩篇100篇裡面也這樣告訴我們說 普天下都要向耶穌歡呼 我們當樂意侍奉耶穌華 這裡面很特別是 我們應當要侍奉神 那是我們應當要快快樂樂的侍奉神 我們應當要樂意侍奉耶穌華 所以新一本裡面講說 應當要歡歡喜喜的 來侍奉耶穌華 歡唱著到祂的面前來 我們應該是好像哼著歌 很開心的到神的面前來服侍 而且說真的 其實服侍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彼得前書第四章第十節這樣講 他說我們 我們個人要照所得的恩賜 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也許你不會招待 也許你不會陰控 也許你不會打鼓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神有給每一個人都有恩賜 而當我們來服侍的時候 就代表我們運用了神的恩賜 如果我們沒有服侍 我們就沒有辦法運用了神的恩賜 我們就不是一個好管家 但是怎麼樣子把神給我們的恩賜 發揮出來運用出來 來成為別人的祝福 這樣子就是一個好管家 是神給我們的期待 我想其實服侍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耶穌也是來服侍人 那我覺得我們在效法耶穌的過程當中 其實耶穌給我們一個最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在約安福音第十三章 我們看見耶穌為門徒們洗腳 身上怎麼說 第三節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的手裡 且知道自己是從神來的 出來的又要歸到神那裡去 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 拿了一條手巾束腰 隨後把水倒在盆裡 就洗門徒的腳 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 我想耶穌給我們一個最美的一個榜樣 就是你知道 父已經把萬有都放在他的手中 而且他清楚知道他是從父那裡來的 你說這樣的尊貴跟榮耀 其實越尊貴越榮耀 更容易 對耶穌來講 不是更困難來服侍他人 那我們你知道有的時候在教會裡面 即便我們的服侍 其實我們的服侍還是受到很多 世界的價值觀的影響 所以我們喜歡的服侍是台面上的服侍 是人前的服侍 其實我們也會對不同的服侍 有不同的一個評價 但是耶穌給我們一個最好的一個榜樣 是為門徒們 他所帶領的門徒們 他自己的門徒們洗腳 其實服侍的重點不是 你做了什麼 而是那一個背後的生命 其實藉著那樣的一個服侍 顯明出一個基督的生命 顯明出一個願意擁有一個仆人心長 即便你可能像是 即便你可能在平常是一個CEO 可能是一個大家所服侍搶著服務的對象 可是你來到神的店中 你把那些的頭銜 那些的榮耀光環都放下 你選擇什麼 選擇在這個家的裡面 成為這個家的一份子 也選擇用你的恩赐才幹能力來服侍眾人 我覺得那個服侍的生命 是我們需要學習跟效法的 Amen 說真的今天我看到這個前面有趣的短片 其實真的讓我有很多的省思 因為你知道很多人在問服侍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其實把服侍限縮得很小 他們限縮成就是教會中的服侍 而且就是崇拜中的服侍 所以你剛剛看到不管音控 打鼓 招待 其實就是在講到說教會在做禮拜 在崇拜 在聚會的時候的那個服侍 可是其實說真的 教會還有好多其他的服侍 譬如說我們的小組 譬如說我知道很多教會有這種 幸福小組或福音性的小組 其實那些服侍 在當中去帶遊戲 帶禁拜 整理環境 切水果 去邀請人 其實這也都是服侍 甚至像我們的教會 我相信很多教會也有這樣子的服侍 就是他們會我們有隊伍 會拆派到社區當中 去探訪那些獨居的老人 這些苦苦無益的人 最貧窮的人 帶物資給他們 其實這也是服侍 他們並不在崇拜當中 他們甚至不在教會這個場域當中 他們在社區裡面 我們教會有一組人 他們每一個禮拜 都去一個護理之家 你知道那些護理之家都是 重病 臥床在那個地方 剛去的時候他們沒有什麼反應 可是後來越去 他們就越喜樂 其實這些也是服侍 他們持續不斷周而復始 去醫院探望 去這些獨居老人 去看他們 這些都是服侍 甚至我要這麼說 在家庭中也是服侍 在職場當中也有服侍 這個以弗所書裡面這樣講 他說他在講一個職場當中的關係 他說我們做仆人的要懼怕戰盡 用誠實的心 聽從我們肉身的主人 好像聽從基督一樣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討人喜歡的 要像基督的仆人 從心裡面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 好像在服侍主 不像在服侍人 他說我在職場當中 我聽我職場的主管跟老闆 我要像聽從基督一樣 我好像不是在眼前來做 我是從心裡面做 我感覺到我在做我職場的工作的時候 也像是在服侍主 而不是在服侍人 所以其實如果能夠帶這樣的態度的時候 其實基督徒在家庭 在職場 在社會當中 一定會讓人感覺到 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活出了耶穌基督那個仆人的生命 那個謙卑的仆人的生命 是一個服侍的生命 所以其實很重要 剛才我們再重新再去定義 這個服侍的範圍跟領域 第一個是我們對於服侍的範圍 不侷限在教會裡面 甚至是在 不侷限在崇拜裡面 甚至是遠超過教會本身 因為我想這樣的一個服侍的心智 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之前的主任牧師 歐永亮牧師就常說 在教會不叫服侍 在教會叫做家事 你的服侍其實是在 你所在的崗位跟職場當中 你透過你的生命 不只是擺上你應該要做的專業 而是把一個仆人的心腸 跟仆人侍奉的心智 就是耶穌在願福音十三章 捲起他的袖子 然後把那個毛巾準備好 就是為門徒們洗腳 所以其實我們在職場當中 其實每一天不只是在上班 不只是在賺錢 不只是為了養活家 其實我們是在服侍主 你每一次上班的時候 都是在服侍主 因此你把這樣一個仆人的心智 帶到你的職場當中 你願意多走一筆路 我真的相信你也會跟著 擁有一個仆人的心智 擁有更大的承擔力 也會被更信任 也會有一個更大的恩寵 臨到你身上 當我們操練仆人侍奉 不只是在教會裡面操練 更是在我們的職場操練的時候 我真的相信 神會更大的祝福我們的生命 另外我也要稍微提的是 我覺得有很多的服侍 但是要用學習 把神把我們的恩賜 跟我們的熱情 結合在我們的服侍當中 很多的時候 我發現利用姐妹Burn Out Burn Out不是因為她的做 她服飾量過多 而是那個服飾跟神 所創造的她的特質 熱情跟恩賜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也知道有一些人 她其實真的 她的服飾量超多的 超重的 可是那就是她的PASSION 那是她的熱情所在 也是她的恩賜所在 所以坦白講 當她參與在這些服飾的時候 她是整個人活過來的 所以我要給大家一個小小的建議 找到你的護照 找到你的恩賜 找到你的熱情 然後不管是在教會內 或者是在教會外 墻內墻外 都是神所看中的服飾 Amen Amen 我們這些有耶穌基督 住在我們裡面 而且要學向耶穌基督 也在所有地方都要彰顯出 耶穌基督的 耶穌的代言人 我們都要學習 耶穌基督這樣謙卑 仆人的生命 他來不是要受人的服飾 乃是要服飾人 而且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當我們運用耶穌給我們 每一個人的恩賜 來彼此服飾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當中 一定會得到一個 最大的滿足 神渴望看到 我們每一個人 樂意 歡歡喜喜的 來服飾他 而這個服飾 不是只有在教會當中 也在家裡面 也在職場當中 所以讓我們積極地 參與在服飾的裡面 效法耶穌基督 那一個仆人服飾的心腸 讓我們的生命 藉著服飾更豐盛 很高興可以跟你們分享 我們的觀點 也歡迎在網路上 跟我們分享你的觀點 共享觀點 我們下次見